法网输给巨头德约后 外界对挪威一哥鲁德的担心也开始了 怕他会就此形成心理阴影 导致属于他的巅峰期才刚到来一年左右 可能就这么快过去了 此外法网失利后 也再次让鲁德成为外界极具争议性的人物 现在舆论端有两种观点 一 支持他的人 认为一个球员能够在12个月之内三次打进大满冠决赛 本身就是实力的证明 鲁德的能力不容置疑 二 不认可鲁德的人 直接反驳挪威一哥如果真有实力 应该拿个250级别以上的冠军向外界展示实力 当前十个来自于250赛场的冠军 让他位于顶尖球员行列 情何以堪 纵观当前世界前世球员 似乎除了鲁德之外 其他人手里都握有远远高于250级别赛事的冠军 这自然让挪威一哥成了尴尬的存在 让不看好他的人有话要说了 现在让鲁德成为舆论热议的中心 还和一件事有关 当时的法网决赛被有些球迷和网友认为 是鲁德为自己能力证明的机会 现在严重翻车 为达到外界一些人的预期之后 接下来他将如何证明自己的实力 现在回头看看当时鲁德的表现 特别是鲁德在半决赛 以三盘指落和送蛋的方式 击败德国名将小资韦列夫 获得挑战去投德约的机会后 能为一哥在决赛前能有这样的强势表现 自然让人对鲁德对阵德约有所期待了 甚至在赛后谈到自己第一盘的表现时 鲁德也直言 我的开局很好 而且诺瓦克还送了不少分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 当时面对4比1这样的领先局面时 鲁德至少对拿下第一盘是相当有信心的 可是没想到后来面对德约的反扑 能为一哥完全招架不住 以致他在赛后谈到这一点时 也不无遗憾地表示 如果能带着5比2的优势 迎来换星球就好了 但是经济体育本来就没有如果 在机会面前自己要是把握不住 再怨天尤人也没什么用 在输掉抢7局后 鲁德心里也非常清楚 你对这诺瓦克时 输掉了这么一盘接近的比赛 你就知道他接下来 会以此作为基础对比赛进行接管 你想要从中恢复过来是很难的 本来手握好局 有望拿下第一盘的胜利 为接下来的比赛创造无限可能 结果却导致自己在关键时刻表现不给力 功亏一篑 不仅外界很多人为鲁德感到惋惜 能为一哥在赛后接受媒体的采访 谈及自己第一盘的重大势力后也强调 在发布听这里不能说脏话 所以我也不知道能说什么 鲁德后来表示 当时他最想标的脏话 就是那个首字母式F的词 从这一点而言 可想而知鲁德对自己的表现有多么不满 自责悔恨在当时全部都涌上了心头 有网友对此调侃鲁德表示 鲁德要是当时没忍住 情绪失控将那个首字母式F的词 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了出来 新媒体传播之后 肯定会将他推向另一个被热议的高度 那么对阵德约的这场法网决赛 无论过了多少年 都将成为一代球迷和网友心中 永远也无法抹去的印记 所有人都会永远记住鲁德的名言 其实 鲁德当时有这样的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恰恰也说明挪威一哥在五次重大赛事决赛中 那种全面被人压制 想突破却又不得其法的无奈和苦恼 已经到了何种根深蒂固的地步 也许现在不认可鲁德的人 只是看到了他身为顶尖球员 手里只有10个250赛事的冠军 但是如果你知道 在鲁德迄今为止17次闯进决赛 五次在大赛决赛中对阵的人是谁 相信你应该会对他的处境予以更多的理解 甚至可能会感慨他生错了时代 鲁德2022年第一次在迈阿密大师赛闯进决赛时 对手是阿尔卡拉斯 当时西班牙红星在印第安维尔斯输给纳达尔后 迫切想证明自己的实力冲劲十足 决赛面对鲁德时 阿尔卡拉斯是火力全开 那么最后鲁德输给这样的对手 确实也情有可原 同年第二次再罚王打进决赛后 鲁德面对的是红土之王纳达尔 这场比赛还未开打 外界均认为鲁德已经败了 就算抛开纳达尔想冲击法网第14冠和第22个大满冠冠军 两大目标不谈 仅从实力方面而言 挪威一哥都很难暴冷 根本没有机会 紧接着在梅网打进决赛后 鲁德的运气也不好 在奥网 法网和温网前三个大满冠冲击职业生涯 大满冠首冠军事败后 阿尔卡拉斯再次和鲁德在梅网隔网相对 特别是在四分之一决赛 同心那那场五盘较量 让他死里逃生闯进决赛后 心里早就憋着一股劲的西班牙人 自然不想错过这天赐良机 本来在交手记录方面 西班牙人就占优 面对阿尔卡拉斯的再次火力全开和暴力打法 鲁德确实输在了硬实力不如对手方面 从梅网转战ATP年终总决赛后 杀进决赛的鲁德 这次运气同样没有站在他这边 面对的是刚刚在巴黎大师赛丢冠 遇在年终总决赛为自己证明 和冲击记录的去投德约 输了也没什么可报区的 第五次在今年法网决赛对决德约 输球只能怪鲁德把握机会的能力不行 德约给了他那么多的机会 因是无法证明自己 以至有网友在总结鲁德的这五次大赛决赛全部失利时 幽默地用了一句没有大赛冠军的命 来形容挪威一哥的悲情 谈及接下来的比赛 鲁德直言 希望可以遇到更多我能一战的对手 鲁德话中透露出来的沮丧 也让有的网友直言 罗威一哥看来是毁在了巨头的手里 跟阿尔卡拉斯在去年没往较量还能拿下一盘 在法网先后对阵纳达尔和德约全部是三盘落败 现在巨头德约在大满贯仍然有着强大竞争力的情况之下 罗威一哥当前心里已经发怯了 这样的心态 别说在大满贯赛场面对巨头想获胜的概率极低 就算同阿尔卡拉斯较量 恐怕也很难赢得比赛的胜利 不过鲁德现在让人放心的是 对未来并没有失去信心 赢得一个大满贯冠军 是我最大的目标 是我的梦想 来源网球之家作者月亮和的星空